这个目前的整个状况的发展 跟我当初的预测差不多 这个跟大家提 另外最后我们来看看以巴冲突 以巴勒斯坦从2023年的10月7号 到现在为止 也打了七个多个月了 这时间过了很快 马上就要板八个月 尤其是目前的目标是在 南加萨这个拉法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 那以色列也面对 必须面对 不管是中东地区或国际上 非常大的这些压力 不管是军事上的压力 外交上的压力 这个甚至联合国 这个舞台的压力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520 两岸如何过照 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是这个520 这个国防部公布的 这边很清楚 很清楚这边 中共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 活动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台湾 这个是我们叫做 这个ADIZ 就是防空识别区 这个很清楚 这是海峡中线这一条 中线 那中共有跨过来的 那一天 你看看这边有 有六驾驶过来 六驾驶 那最近的距离 这个基隆 43海里 那基隆不是画 他画错了 基隆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基隆 那现在点的这个地方 是阳明山 点到阳明山 阳明山属于台北市 它这个黑点 应该放在基隆这里 基隆 距离这边43 那距离淡水就近了 淡水在这个地方 淡水 因为淡水是更面对 更近 基隆是比较远 距离这边43 那距离这边 大概20几 30海里吧 我们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因为毕竟 这个是前缘前段 我们看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 包含这个西南角 西南角最近距离 俄兰比 六十亿海里 距离海里 那这是距离 这个俄兰比 因为这个方向 是这个几乎正东方 这个在正西方 几乎啦 可以看着有点斜 但是几乎 但是这个距离 左营就近了 距离高雄 左营 左营军港就近了 高雄左营军港 大概就在这边 这边台南 这边是高雄 在这边整个就是屏东 那这样就近了 大家看看这个 如果这个来画一个 直角三小型的话 那这一边是最短 这是斜边 斜边比较远 那这个就是大概 四五十海里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它以俄兰比 它也不宜左营 所以这边距离 左营港非常的近 这边距离淡水 淡水港非常的近 大概二十几海里 但是中共它会慢慢 会慢慢迫近 这么我这个图一讲 大家就有一个轮廓 会慢慢近 那我们只有这个 那个中华民国的国军 那只有广播驱离 并没有在空中的话 有一个行动驱离 没有 它没有这派飞机过去 就做驱离 做抵径 做拦截 然后这个示意它离开 就是广播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就类似这个样子 然后请它离开 我认为应该更要积极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执政党 民进党政府在这一方面 它现在已经整个的政治的态度都转了 以前的话 抗中保台震天嘎响 要怎么样 现在都不会再讲抗中保台 没有再听到了 不管在媒体上 在电视上 在报纸上 或者在文字上面 这种平面媒体也没有 几乎都没有了 因为就被我讲 我说没有抗中保台吧 只有让中保台 退让 退让保台 让中保台 只有让 因为它 让它跨越中线 让它抵近台湾 让它抵近到基隆 抵近到淡水 南边的话 让它抵近到这些 这个左营军港 让它抵近让它 今下水域 让它来执法 让中国大陆人来行使管辖权 行使执法权 就是退让 就是让中保台的这个意思 那这个让不是 让有两种 一个是抵让 一个是退让 那原理上是退让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在这一方面 那这样子的话 它退让 它就保台 以退让换举和平 然后它就可以 在这一方面 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选票 是这个样 那如果是要 不让中保台 那叫动员 那一心理动员 两票就跑掉了 对不对 股票跑了 选票也跑了 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以 抗中保台 只有退让 那退让还有蛮多的 你最起码有距离的退让 有空间的退让 是这个样 那空间退让还蛮多的 距离这个基隆 还有43海里 一个月 进退让一海里 还可以退让43个月 43个月就四年了 因为一年12个月 四年48个月 43海里可以慢慢退让 还有四年 慢慢让慢慢让 慢慢让 就是这样 所以那要不要 从事心理动员 没有心理动员 那有没有人力动员 物力动员 或者是其他的 这是民生基础建设 设施的民房动员 也没有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是这个让 让有退让 跟我们所叫的一个 谦让 就是我这个 很谦虚的谦让你 不是我认为是退让 是这样 但是不敢讲 不敢说 我只是把这些逻辑 把这些事实的现象 把他整个的一个 递进的状况 来做说明 所以蔡英文总统这八年 这八年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主调的基轴 在他上任的时候 就看出来 就是一种退让 让中保台 是这个样 让中保台 也让八年 没有平安度过 那我判断 现在赖清德上来 他也是让中保台 退让 退让换和平 然后主权逐渐让渡 这些不管空权 海权 执法权 管辖权 甚至是民航事务的 航权都慢慢让 让中国大陆拿去 让他 让他整个收割 然后这边 他继续只要保住政权 保住台海的和平安定 就可以了 那还有 还可以让43个月 43里 你怎么讲43个月 怎么那么清楚 因为还有 这边还有43里 很清楚 刚才已经讲过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520的 那我们往前看三天 这个5月17号 到5月18号 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往前推 往前推 也是这个 因为今天5月22号 往前推五天 那就是这样 这个距离基隆 稍微远了一点 距离基隆是100海里 那这个距离 澎湖 42海里就近了 这个距离距离42 这距离42海里就近了 那这个距离 这个俄兰比 这个它有一定 这个最近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52海里 52 但是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动态 这边的共带是85海里 这边是52 比较近了 这边42又更近了 北边比较远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 它是没有 没有这个 让你去掌握它的节奏 它一下忽近忽远 忽高忽低 忽快忽慢 作战节奏 不要让你掌握清楚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里 它 这什么前几天又远 那隔几天又近了 隔几天之后 放在西南空域 隔几天之后 放在这个西北空域 它换来换去 不要让我们 让大家摸清这一个节奏 因为这个节奏摸清楚了 明天来几架 明天属于近的了 后天属于远的 他不要 他不让你去抓到这个节奏 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台海 在未来赖清德这四年 因为刚刚上任 台海我大胆地预测 会比蔡英文更紧张 距离会更近 那也考验了 这个让中保台 台湾会让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让有让的最后的底线 那会找 那让到最后 已经到达底线了 那是不是叫摊牌 摊牌是怎么样状况 那我认为我是看坏 其他可能观众朋友 或听众朋友有的人 你会看好 但是我会看坏 我认为两岸会紧张度会上升 和缓度会下降 因为在这一方面 由这个就职的演说当中 可以看出端倪 可以看出端倪 那我认为两岸应该互视善意 互视善意 这个求同存异 以和平为至上 因为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不会有赢家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事情是政治来做解决 那台湾的军事 是不是不堪一击呢 也不是 因为是这个军事 是由政治来决定 按照西方的兵学家 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 克劳塞维茨讲 军事是政治的工具 政治指导军事 那马背上的军人 还有西方的这些 政治思想家也是讲掉了 这个政治宰制 宰就是宰相的宰 宰制军事 这很清楚 所以不是军事上 有作为不作为 而是这个是政治的指导 国军可不可以战 国军还是可以战 飞行员也是不错的 也是蛮优秀的 那问题是 不可以做拦截 不可以 所以从来没有 中华美国空军 从来没有拦截过中共的战斗机 有拦截过辅助战机 有拦截过轰六机 但是从来没有拦过千几机 千十六拦过没有 苏凯二七 苏凯三十 甚至千十一C 千十一B 这那么多 包括千轰七都来过 来过才 有没有拦截过 从来没有拦截 所以中共的战斗机 从来没有拦截 那就知道了 那就是换句话说 这受到克制 受到政治的克制 政治的约束 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那是广播驱离 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中共对美机 美国的军机 还有甚至加拿大的 有了远道而来的 澳大利亚 澳洲的 它都会做积极拦截 甚至还放火焰弹 是有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两岸在未来 从2024年520开始 会进入另外一个时期 在军事上 中共会更积极 对台湾在这方面的距离会更抵近 空间会更做压缩 兵力以后甚至演习 可能都会移在台海周边的场域来做 不管是海空演练 火力演习 或者是飞弹试射 都有这方面的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一定要站在一种客观 客观的这种角度来衡量事情 而不是从一种主观或狭隘来看 或做出一个主观的评断 不会我们各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来观察 等到下一次我们CTI Talk 我来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跟我这一次所讲 5月22号所说的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在节奏上是相辅相合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南海问题 这台海问题 就这边告一段 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 菲律宾 菲律宾在南海这方面的问题 一直都会大作文章 不管是黄岩岛也好 仁爱交也好 仁爱交上面有 有马德雷三号 报废的一个舰艇 或者是这个仙兵礁也可以 仙兵礁比较靠近这个巴拉旺岛 那仙兵礁还包括中叶岛 中叶岛还包括 往西边看的话 还有九张群岛 九张群岛上面有铁线礁 铁线礁在上面 菲律宾的这些科研人员 还站过铁线礁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 菲律宾在这方面都会有动作 还洞员了这些螃蟹船 要到黄岩岛去 那这些都在做事 事就是势力的事 不是那个工作 work不是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菲律宾 这张照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这就是马德雷三号 马德雷三号在1999年 大家很清楚 1999年的5月9号 刚好现在满25年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 很清楚 座餐在那个地方 现在大家一看 不是讲秀姬斑斑 整个都烂了 是那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马德雷三号 25年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 也没有去这边去保养 去涂抹 这个大概一脱走就烂掉 而且泡在水里面 都有这些咸度 而且在南海高温 湿度高 温度高 盐分也高 你在这个状况很容易就 就里面秀烂了 而且里面卫生条件非常的差 上面有七个 菲律宾的海基路乱队在那边驻守 那海基路乱队要吃要喝 所以要补给食物 补给淡水 补给药品 补给消毒用具 因为在舱下面很多老鼠跟蟑螂 它的垃圾 它在那边钓鱼 没事情他们钓鱼 这边捕鱼 鱼多了吃不完就在上面晒 晒那个 所以飞鱼要去运捕 那运捕的话 它的这个补给船要过去 那过去的时候 以前按照这个今年年初的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有讲 它的海军中央讲 大家讲好电话有讲好 提前48小时就两天 先跟中国大陆讲好我要去运捕 后来都是不承认的 小马克思也不承认 那现在去运捕 中国大陆海警船 强力取缔 很清楚的 甚至从强力取缔 到现在 现在开始泼水 那现在将来的话 菲律宾也要派它的海岸巡防队 菲律宾 海岸防卫队 想要过去 掩护它的捕鸡船过去 那中国大陆会喷水 会拦截 它有时候还号召一些蚂蚁雄兵 想要螃蟹船 想要到另外一个黄岩岛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 是不是要强力取缔 菲律宾的 我认为它菲律宾的 这个军事战略 跟国家战略是错误 应该这个东西 应该由政治解决 但是它现在 其实是由军事解决 那就错误了 真是觉得大家来谈 讲好 我们这个 人爱叫马德内山 马德内山有一个近照 我们看近的 看烂的这个样子 刚才是远的 我们看更近 马德内山有一个烂的这个样子 上面 加装加固 它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里面不能住人 外面盖了一个铁皮屋 在这边 大家看到铁皮屋 住在外面 因为外面透风 里面蟑螂跟老鼠 不几万只蟑螂在里面 所以下面不能住人 要上面的 上面透风 而且热 那边是热带 属于热带区 热带雨林 但是属于海 热带雨林 还有这个植物可以调节 那边是海 没有办法 大家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个船已经乱七八糟 你看到可以看得出来 搞成这个样 那好像一个超级大违章建筑 船不上船 没办法条件很差 但是他就是要坐船在那个地方 表示对仁爱骄 实质的占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图 也就不禁脱了 这个地方随时烂掉了 钢板 他这个空的排水量 是一万 不是 一千六百公顿 空船就是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五十公顿 他最大 如果通常放满的话 是四千公顿 四千一百公顿 但是他现在空壳子 就是一千六百公顿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问题是 他就不愿意放弃 一直搁浅在 放在这个仁爱 我们看这一张好了 就是坐船 这个就是仁爱骄 他就坐船在仁爱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张 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个大家 我们拿这个鸟看图来看 这个在仁爱骄的西北方 如果大家要图 下次我来印那个图 西北方就搁浅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马德亮 他的违章建筑 这个就看得很清楚 这违章建筑在这里 加盖一个铁皮屋 住在上面 因为上面透风 船底 蟑螂 老鼠多 不透风 蚊子也多 这边还讲说 因为他很多漏水 漏下去 漏下去 里面畅里面有水 水就有决绝 决绝蚊子就多 所以在里面住 你挂蚊帐 还不行 你那个手碰到蚊帐 都给你盯进来 是这样 里面的那个条件 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刚才讲说 欠消毒 这些消毒的用品 不然的话 你那个条件那么差 你住 生病啊 在健康的人住个两三个月 他那个地方一住的话 换房是五个月要换房 没有像中国大陆那个天空太空站 是六个月换房一次 现在神舟十八号 那个神舟把六个月后下来 是这个样 这个是五个月换房一次 你不能让那七个人 一直在那边不回来 他也有家 他在那边去 久了也营养不良 没菜 天天吃那个鱼也不行 对不对 没有菜 而且那个淡水 淡水又有限 是这个样 他要洗澡 那时候接那个雨水 但是不是老靠雨水 又没有海水淡化剂 他有个发电机在上面 但是发电机要有油 油万一供补不上 你没有油你怎么发电 都是问题 你没有发电 那海水淡化够不够 就不够了 很多这个 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些因素 其实其他相关的 就是非常的复杂的 不是说我们在那边去 人这个上去就可以活了 不是 尤其维生的各方面的条件 是要搭配到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图很清楚 我把这个图 看一下相关的位置 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大家也 可能都手都有些地理上的概念 仁爱礁在这个地方 仁爱礁在美济岛 跟巴拉旺岛中间 巴拉旺岛在这边 巴拉旺岛是个狭长的 最窄的地方 20公里而已 菲律宾巴拉旺岛 然后这个地方 那这个美济岛 离仁爱礁很近 32公里 看到没有 这边32公里 然后它距离这边 100多公里 那当然是 中国这个 这个解放军 直接他的船 他的海警船 直接从美济岛出来 直接到仁爱礁了 很近啊 以前的时候 没有美济岛的时候 那这个巴拉旺岛 直接对仁爱礁 就可以直接运捕了 直接就很方便了 对 现在有美济岛就不一样了 这边写的是美济礁 但是它已经填礁造岛了 最后就叫美济岛了 已经变成岛了 非常大 上面还有机场 除了美济岛之外 也包括这个祖壁岛 也包括永俗岛 这已经变成填礁造岛了 对不对 那祖壁岛在这个地方 祖壁岛 在这里 这个我刚刚讲到的是美济岛 这是祖壁岛 永俗岛 在这个地方 永俗岛在这里 这是小三角 小三角在这里 大三角我们往这边看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黄岩岛 为什么有时候菲律宾都要到黄岩岛 黄岩岛就距离菲律宾 旅宋岛近了 大家看出来 这边你距离终岛就近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 那距离近 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就远了 美济岛距离黄岛岛就远了 那西沙岛 西沙岛 这个永新岛 或者是海南 海南省 海南岛 海南省 这个西沙 距离我们就讲到的黄岩岛都远 黄岩岛是西沙群岛 还有我们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东沙岛在这个边 在这里东沙 我去过非常多次 那这个地方黄岩岛竟然 那菲律宾为什么这么闹事 距离 这里面只有 其他距离 菲律宾最近 其他远 中国大陆远 都远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 这一次的话 上一次菲律宾召集了 一百多艘 海上蚂蚁雄兵 这些螃蟹船 后来距离黄岛岛 六十公里 六十海里撤退 因为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严正一带 而且中国大陆海警船 四千多公顿级的 哇 这他们严正一带 他们一看 收兵吧 虽然过去造成的涌 造成的浪 不要把那个螃蟹船 打翻了 它螃蟹船好像一个小 小独木之后 旁边有两个平衡的 增加福利的 可以增加稳定度的 我们叫它螃蟹船 那照片我没有去把它印出来 不然下一次 我再补印这个螃蟹船的样子 所以看得出来很清楚 菲律宾就在这边做事 事就是势力的事 不是工作那个事 这边做事 就是让这个主题一直发酵 黄岛岛发酵 这个我们讲到的仁爱教发酵 有时候它又换到 换到这个仙兵教发酵 去仙兵教上面去弄一下 仙兵教有中共的海警船 在那边做一个介护 有时候到那个中叶岛 中叶岛上面有一个跑道 什么 所以找到时候 这个国军在驻守 1974年被菲律宾拿去 战去了 在那边 坐那个船13栋 国军在那边落 那个跑道长度 1300公尺 跑道宽度40公尺 1300公尺的长度 所以13栋落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讲到中叶岛 中叶岛距离九丈群岛就近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就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海警船对菲律宾的那个补击船 你看就给它喷 就喷那个 喷那个 那个 我们讲到的那个水 水雾 然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那个菲律宾的时候 也会去做 它原来上 菲律宾会这样做 它做三个 第一个它增加国际文宣 所以那个菲律宾的那个补击船 还有菲律宾的法院防御队 上面有国际的记者 带着这个摄影机在那边照相 捕捉几个镜头 中国大陆喷水了 中国大陆来撞船了 拦截了 然后到大陆上 到这些大肆做宣传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 这个宣传站 是这个 应用这些媒体 把这些照片 扑大 把中共泼水了 中共强制血 中共来撞船了 变成这个样 第二个 这个也是一样 小马克思继 借由这个 跟美国 靠美国在后面支持 1951年 美非共同协防条约都有签订 如果菲律宾遭受外国攻击 四国美国遭同攻击 是一样的 我们就知道利用这个 黄烟岛 或利用这个 仁爱交来这边造势 变成这种 变成这个 它有这个政治价值 刚才讲的 是这个 是个文宣价值 宣传价值 现在有政治价值 是这个样 然后另外一个 它这样子的话 就想要在国际媒体 它跟中国大陆 这个 在南海 它惹事的时候 日本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个军员给它 对空搜索雷达 对海搜索雷达 或大型的这个巡逻 巡逻艙给它 印度 印度前者卖了 布拉莫斯 这个超音速 反戒飞弹 布拉莫斯 反戒飞弹 给菲律宾 给菲律宾 是这个样 菲律宾就感觉到 盟友变多了 这是国际上的造势 跟美国关系更密切 美国跟它 这个 肩并肩的演习 肩并肩的演习 雷霆对抗的演习 都在这菲律宾做 夺岛反夺岛 还四射飞弹 还集成把船 把剑 很清楚 所以菲律宾有国际文宣的效应 有政治效应 然后另外一个有军事上 军购上的效应 变成这样 那军事跟军购 可不可以 对政客来讲 可不可以摟到点钱 多少少回都摟到一点 这个是有这个 我们讲的佣金 仲介费 就是这样 军火前客 我们可以讲 broker 有些军火前客 军火前客 当然很喜欢买军火 卖军火 这边买军火 这边买军火 两个一戳头 这边收点手续费 这边收点行政费 行管费 就有钱了 而且因为它的金额庞大 收的费用就高 佣金就多 是这个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 它的三个效应 有经济效应 有国际文宣效应 有军事效应 有政治效应 是都有的 那每一个人都有 对它有所图 所以我们一看 整个南海问题 目前中共的 这七个岛礁 不含 刚才讲的 这三个岛 美济岛 永俗岛 祖壁岛之外 也包括东门礁 华阳礁 还有赤瓜礁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图就很清楚南海 这边还有一个太平岛 在这边 太平岛 这个蓝色的 这个国军有驻军 上个礼拜 台湾的立法委员有过去 坐了13洞过去 从那边 从这个台湾屏东起飞 飞到这边的话 大概要四个小时 来回就要八个小时 那在岛上的时间就有限了 所以就一大早出发 回来的时候 已经太阳西沉了 都是这个 太阳西沉 那山门岛上有跑道 也是1300公尺的跑道 而且那马同竣工 以前太平岛是零减四九平方公里 现在变得零点五一平方公里 会不会多了零点零二平方公里 因为盖码头了 盖码头的话 整个面积就增加了 是这样 太平岛上面将近200个官兵 弟兄 海巡署 海军 空军都有 空军维护机场 包括天气 海军 那么有码头 有码头要装载要卸 他有卸 还有包括油库的管理 海军 那个海巡署 海巡署有官兵 他要执法 有海巡暗巡 海巡暗巡要在哪边 那有艇 在那个地方 所以三个 同统加起来 大概200个官兵弟兄 所以我们来可以看出来 南海问题 还蛮复杂的 菲律宾战略错误 应该以谈判代替对抗 但是菲律宾走的是 对抗代替谈判 谈判大门关起来 然后对抗 对抗有 后面有人撑腰 有四个国要撑腰 最主要 美国撑腰 日本撑腰 澳大利亚撑腰 印度 印度撑腰 这是四方安全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 中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印度 四方安全对 菲律宾撑腰 但他每一个都 都是他的打算 日本 日本撑腰 你这样的话 中共的战略转移 日本的国防 中共的战略转移 不要放在东海 放在南海 西国去了 对不对 印度 印度也这样的战略转移 印度 在那个西 喜马拉雅山 它有东段 跟那个 就藏南地区了 还有包括 克什米尔那边 西段部分 有领土的 这个 纠纷 12万平方公里 可以转移转移到南海 这样印度也稍微轻松一点 大家都在玩战略转移的策略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日本大力挺 印度也挺 那美国当然挺 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1899年美西战争 美国赢了 西班牙就把菲律宾殖民地 让给美国 所以从1899 130多年前 现在2024 对不对 那时候1899是19世纪 20世纪 现在21世纪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每个人所图 日本图的是战略转移 印度所图的战略转移 那澳大利亚是做了战略转移 那美国的话是世界霸主 就这样 每一个人都他都要对 然后我们把重点放在南海 是这样 菲律宾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他国家战略错误 他应该以谈判代替对抗 他应该这样 然后好好搞经济 因为菲律宾的国民所得 才3000多块美元 人口一亿1000万 当然在外有1000多万人口 有移工 飞庸等等 外籍劳工都到海外赚钱 那在国内的话 我们讲到他就有一亿人口 菲律宾7000多个岛屿 那么多 所以菲律宾想要抢起来蛮难的 地形分散 分裂 这个旅宋岛那么大在那边 这个明达纳尔在那边 明达纳尔回教的 明达纳尔天主教的 旁边隔了那么多岛 刚才讲巴拉旺岛 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岛 是这个样 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是岛屿太多 然后又有两个天灾 台风不断天灾 第二个火山地震 火山爆发 有什么样的火山爆发 菲律宾 它有天灾不断 因为有身边的台风 一台风完毕 它有水灾 水灾又名不聊生 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 应该把重经济 不要为一个小岛 因小失大 如果是菲律宾 我用也不要因小失大 我们要赚钱 菲律宾经济搞起来就不一样 以前在马可思早期的时候 马可思还没贪污的时候 菲律宾的经济比台湾还好 在亚洲来看的话 是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日本 但是老马可思贪污 怎么样 整个菲律宾就每况愈下 每况愈下 那到现在 国民水平的三千多块美元 相当低 变成这个样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族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